胖瘦之别 在八字里面 其实也有所谓的胖瘦之别的一个特点 其实各位 胖瘦 有的人是用身强身弱来分别 那身强身弱来讲的话 这是传统学的一种判断法 你假如是身弱的 因为你要用的用神 是笔尖跟那个笔尖解采 还有印心 所以他就会稍微的胖一点 那你假如是身强的 那要克线 那来讲就会要瘦一点 那假如相反过来的话 你的一个运势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来 陈建明你好 所以各位 胖瘦来讲的话 他就是会以这一边先做一个区别 那假如是以五行派来看的话 我们会是用他所需要的用神来看 而这个用神 并不是这一边身强身弱的用神 而是你批完命以后 因为五行派他是先批命 所以是先批完命以后 再给他的这个用神 西歪你好 所以你假如给他的用神 是笔节 是印心 那就是要叫他怎样 要胖一点 克拉克王你好 这一边就是要胖一点 那他们的用神 假如是官杀 是财 是食伤 那基本上 他就是要瘦一点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是传统学的身强身弱 你假如是又遇到传统学里面 从格的话 那你假如是从妄格的 那基本上 是不是让他的日主 他假如是 那一种让他日主更妄的 那一个就要胖一点 那假如他是什么 从煞格 从儿格 那这一种的 从财格 是不是都是要 让他的那个克蟹的力量 变得更强 那这一种的就是要瘦一点 那来说 这种胖瘦来讲 我们就要知道说 乙会增强 通常日主 日主 以日主为主 所以像笔尖劫财 还有印心 他都会让人稍微比较胖 那像这三个 他都会让人稍微比较瘦 所以在你的八字里面 你的印心 假如比较旺的 还有笔尖比较旺的 通常在你的八字里面 你就会是比较胖一点点 但是你假如是 食伤 财 还官杀比较强的 通常因为他克蟹 你日主的力量 所以通常他就会变得是 比较瘦一点点 然而 他们两个过胖 或者是过瘦 像你假如是太瘦的话 是不是日主 他就会怎样 没有力量 那像官杀是来克日主的 那财心 或者是 财心是日主去克他 或者是 食伤心是日主去生食伤 他都会让日主的一个力量 一直缩减 所以他们比较容易的是一种 好瘦 精神状况 会不佳 假如太过的话 会精神状况 会不佳 你会看到一个人就恍恍惚惚的 这一种的情况 这一种情况 就是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克瘦太过 克瘦太过 那假如是 你的印比太过旺 日主太过强旺 会变成是什么 太过强旺的一个情况 他会变成是 这一个人会比较懒散 印多的人就躺在那里 不愿意动 笔尖也是一样 不愿意动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说 假如你的印比较强旺的 我们都知道 印太过强旺 要让这个会懒散 要让他动起来 就要用财来疏通 让他的印比较少 S1 你好 所以在八字里面 就会有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你要看一下 你的八字的一个属性 他也不算是用身强身弱来看 而是你去看他的一个五行流通 我们有说过了 五行流通 我们在之前有讲过 A1 你好 就要看的是什么 五行流通 假如是连续相生的 就看最后一个 连续相生的 生的最后一位 对 印 生 笔 生 死 那他最后一位就会在死伤 那这样子 各位 他的一个状况 就会是比较要瘦一点 那他假如是有克的 他有最后会产生克 产生克的那前一位 例如食伤客观 他就以食伤为主要的依据 那要瘦一点 那假如是 笔尖去克财 那他就是笔尖 那笔尖 他就是要稍微胖一点 所以 你假如是按照五行流通 来看的话 用五行派的五行流通来看的话 你就看你的一个地支 他五行流通 连续相生 看最后一位 假如是产生克的 就是看克的那一位 所以你好 你就可以知道 你是比较适合胖的 还是要瘦的 因为这个会是你的一个八字 在五行派来看 但是假如是日主受克 假如你是日主受克 不管是本命 日主受克 天干日主受克 或地支日主受克 我们都是一律硬比 他就是要胖一点 随人溜进来了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你们在胖瘦里面 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法 五行派的话 你可以用用神给他 用神来判断 他要胖一点 还是要瘦一点 或者是用他八字的一个五行流通 来判断 他是要瘦一点 还是要胖一点 各位 就是用这几个方法 日主受克 要胖一点 这样子当然他就会是比较有孕 那假如是升到最后一位 升到时伤财官的 通常都会比较 比较怎样 瘦一点 随缘不能发胖的 是这样吗 你八字拿来看看 你的八字赶快 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贵妇的八字 随缘的八字赶快发上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就是用五行派 来判断胖瘦的一种情况 赶快赶快 随缘的八字发上来 我们来看看他是需要胖胖的 还是要瘦瘦的 各位胖瘦 胖瘦 胖瘦 所以五行派在看的话 当然以天干跟地支 各位 哪一边比较重要 当然就是以地支 当然是以地支 所以以地支为主要的依据 以地支为主要的依据 所以 天干就算了 天干就算了 了不了解 天干就算了 是以地支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那日主受克 他是不管天干或地支 你天干日主受克 或者是地支 日主受克 那基本上就会以印底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仁序 吾神 什么叫吾神 吾神 吾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本命 那天干 吾土克 所以 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就是财 去破印 所以以财为主要依据 这是天干 那地支 土 去生生有金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他的官 所以假如 他胖 他胖起来了 那对他来说 就是 是一个 因为他比较适合受 但是这是他本命而已 要看他大运 他的大运的一个排列组合 所以 这个我们就以地支 地支为主要依据 所以他就是会到官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随缘 他就是要瘦一点 要瘦一点 对他来讲会比较有韵 对他来讲会比较有韵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简易的判断法 所以在五行判 就是你去看五行流通 各位是不是跟什么又一样了 是不是在跟我们之前在判断 他适合重商 适合重关 这一种的状况 而言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判断模式 爱瘦你好 也是一样的状况 也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个就是第一个 乃星你好 所以看五行流通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他的用神 你假如要根据他的用神的话 我们五行派给他的用神 我们会发现到 爱瘦他土克水 土克水来讲的话 他的用神 我们就会抓 土生金 还有水 还有木 所以金 水 木 那金水来讲的话 在他的地支 我们就可以知道金 绝对可以用 水也可以 那木不行 那我们就会知道 他就土生金 金不错 那他假如要用水的话 各位 他假如要用水 他假如要用水来做他的用神 那是不是水会来生木 那在这一种情况 水源他假如要用水的话 他就要稍微的胖一点 要不要解 他假如要用水作为他的用神 他就要稍微的胖一点 对他来讲 就是天干的 硬心就会好一点 那人当然因为已经到硬了 所以他的特质 就会比较变居家 因为硬心的话 就比较窄一点 但是他假如用金的话 就是用官 用官 那以官为主要的依据的话 那就很简单 穿的漂亮 打扮漂亮一点 自然而然 他的一个运程 就会好起来 所以用神来讲 还是有区分的 用神来讲 还是有区分的 并不是说用神 他都会有一个一致性 佩隆你好 所以各位 从这一边你就会知道 用金用水 他其实特点会不一样 用水会比较居家 用金的话 就会比较妖艳 用走妖艳路线 所以这两个就会不一样 那用硬 当然就胖一点 用官就瘦瘦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 第一个 胖瘦 胖瘦的一个判断 这是第一个